开开 开开 哎呀呀 各位大爷 有话慢说 有话慢说 小红是被我们臣妇大人看上的 你把她交出来 各位大爷 臣老先生已经过世了 你们还找小红干什么呀 我们大哥生前已经交代过 他就是喜欢小红这丫头 要收她做小 想必你也知道按我们盐帮的规矩 他生是我们大哥的人死是大哥的鬼 他就得去给大哥守灵 这整个广哥楼都是大哥养着的 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大哥的 哎哎哎哎 大哥有话好说 给点面子 为什么给你面子 走 走 你快点走 各位大爷 走 走 各位大爷 走啊 住手 各位大爷 木丹 带小红上去 黃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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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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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一把 这块灰迹 是从那帮人身上 拿下来的 从花纹和样式来看 绝对不是盐帮的东西 他们为什么 要冒充是陈富的手下 你认不认识他们 我怎么会认得他们呢 你为什么要问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牟丹 你知道吗 你跟小红现在都有危险 今天那些人 都是冲着小红而来的 要是小红被抓走的话 他一定是凶多吉少 你不是很疼爱小红吗 难道你要看着他 白白送死吗 先是臣服 接着是武作 现在又是小红 下一个很可能就是你 实话告诉你 其实官府一直在追查 臣服的死因 他们怀疑贩卖四言一案 还有幕后黑手 今天那帮人 很可能是他们的手下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请你赶紧告诉我吧 少彪头 谢谢你刚才出手相救 我能跟你说的 我全都讲了 除了这些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李云聪 真的想你说他 这个案子的确不简单 我愿意帮你查清楚 难道王兄发现什么了 我曾经潜入牡丹阁 发现了牡丹图 臣服是个粗俗的人 绝对不是他的手笔 唯一的可能 就是牡丹背后 还另有机人 还有 昨天晚上来了一帮人 自称是陈部的手下 要来抢小红 他们身上 却带着这个 怎么 你认得这个 王兄 现在我终于明白 整个事情了 多谢你鼎力相助 帮我查清了此案 不过 这个幕后黑手 势力实在太大 我不能再把你牵扯进去 剩下的事情 我自己一个人处理 可是 从现在开始 你去当什么都不知道 也不要再查 也不要再问了 马上离开广德楼 回镖局 有什么事情 我一个人承担 不然你跟飞燕 都有危险 不行 我答应过坐地 怎么能走呢 再说 这件事情我已经掺和进去了 我们走标的 做事有始有终 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查这个案子 可是 这个灰迹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你放过小红吗 那个小丫头知道的太多 她一天不死 我就一天不放心 我拿我的性命给你担保 小红绝对不会说出一个字的 哼 这世上就是这张嘴最不保险 要怪 只怪你当初为什么不亲自下手 非让小红去放药 害得她非死不可 牡丹 我所做的一切 还不是为了咱们好啊 你也知道 我一直倦怠了官场的生活 想跟你一起归隐山林 我做的一切 还不都是为了你吗 啊 到时候 我们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过日子 我扶琴 你唱曲儿 那才是天作之合呀 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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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真是美呀 这世上 再出众的丹青妙婢 也画不出你脸上的 自容的万一啊 不过 要想过上这种生活 必须了结此事 我问过了 这块灰姬 是属于刑部尚书崔大人的 崔大人的夫人 是当朝一品大员之女 这灰姬 就是他们家族的族徽 那天来抢人的 是崔大人的人 对不对 臣妇跟崔大人 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们是不是勾结在一起 贩卖私盐 而崔大人 杀了臣妇灭狗 如果 你可以把这一切 趁早说清楚 我还可以保护你 是 我是知道这一切 我可以 把什么都告诉你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把小红安全地送出城去 我怎么知道 你这是不是缓兵之计 我只有这一个妹妹 我不能让她布我的后尘 也不能让她白白地送命 虽然我只是一介女流 不比你们这些堂堂男子 一言九鼎 可我还知道不能失信于人 你相信我 只要你安全地护送小红 我会全盘托出 毫无保留 这些啊 你都拿着 天下标局的人会带你出城的 记住 他们只是带你出城 出了城以后啊 就得靠你自己了 能够跑多远就跑多远 千万不要再回来了 姐姐不走 我也不走 我也留下来陪姐姐 小红 你必须要走 你忘了昨天来抓你的人了 那些人抓不到我 一定会回来 为难姐姐你的 我不走 小红 姐姐就你这么一个亲人 你就像姐姐的亲妹妹 姐姐能让你白白送死吗 姐姐 姐姐不是答应过你 让你好好的过日子 做个普普通通的女儿家 开开心心地过一辈子吗 姐姐这辈子 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可是你还有这个指望 只要你还活着 你就能替姐姐完成新约 你知道吗 你一定要记住 路上如果有人来追杀你 就把这个账本 交到官府手里 记住了吗 姐姐不在你身边 你路上一定要小心 姐姐